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应当不追究起刑事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化的从法律上保障我们每一位老百姓的权利 今天这件事我们从五名服刑完毕的犯人说起 他们分别是周济坤 周家华 周在春 周在化和周正国 他们都是安归省郭阳县大洲村人 他们都在20年前因为一桩杀人案误语 刑期从15年有期徒刑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能 直到2018年这五个人才算是全部出狱了 可是他们出狱后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每天喊冤四处申诉 是真的有冤屈吗 当年他们又到底犯了什么样的大案呢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1990年8月25号晚上12点多 大洲村一户村民周济坤家被人闯入了 一家五口全部遭到砍杀 最后周济坤家三个人受重伤 一个人轻伤 大女儿周夙华则不幸身亡 凶手如此嚣张 警方全力追查 结果呢 专案组认为 同村村民周济坤和周家华的嫌疑最大 因为他们有可能因为超声问题 被受害人周济坤举报过 再加上专案组表示 他们已经找到了好几个人证了 看到周济坤一行五人 拿着凶器去了周济岭的家 后来呢 周济坤的五人自个儿也形成了隐随供述 就这样 嫌疑人被锁定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案件第一次开庭 却出现了巨大的反转 不但周济坤等五名嫌疑人 全部翻供 连连喊冤 两位目击证人也表示 他们之前的证词是假的 他们到提以后 作证 作证以后 他们在法庭上的阵营 和原来 卷里面的这个口供 所讲的都不一样 一直以来 案件的物证都是匮乏的 因此 嫌疑人和目击证人的 集体翻供 翻证 让当时的法庭 不得不慎之又慎 反复斟酌 最后决定 证据确实不足 将在第二次开庭时 判周济坤等人 无罪 评判完后 也是 一直以后应该选个无罪 但是谁都没想到 就在即将开庭的那天早上 巨大的意外发生了 受害人周济岭竟然来到法院 喝农药 自杀了 周济岭为什么这么多 据当年的法官回忆 周济岭当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周济岭竟然知道了 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或许是出于绝望 又或许失去女儿 让周济岭非常痛苦 他不幸地走下了极端 而周济坤的律师雷延平认为 恰恰是周济岭的这个举动 将整个案子推向了另外一条 这边被害人都死了 被告人如果再无罪 那谁又来负这个责任呢 通过这个手段来给法院 施加压力 看来行动社会舆论 不就这个目的吗 1999年3月29号 复杨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判处周济坤和周家华死刑 周在春无期徒刑 周正国周在化 各有期徒刑 15年 这个结果让周济坤等五个人 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崩溃 在他们看来 自个明明没有做过任何犯罪的事 案件证据也不足 可是他们只要失去生命 这就让人怎么都接受不了啊 首先你没有重新开庭 第二你没有补充任何证据 对吧 你怎么能从一下子从无罪到死刑呢 那条人肯定不愿意骂 给那个监 stigma做的人 乱做那个猎 炸瓶更贴量 搭掉了 做归量量 让他 Mount 特定让他不愿意骂 判死刑 可能难得受不了你 难得接受不了你 一插疗ża靠钠 等会骂人 冒刀头又想自查筞 ADA 当然了周济坤他们也很快就上诉了 上诉之后 阿贵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将案件发回到复杨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新审理 同事期间 复杨市中院也重新组成合议庭 2000年2月23号 复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做出一审判决 其他人的这个刑期不变 周济坤和周家华的死刑 被改判成了死刑 晚期两年执行 几个月后 阿贵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一审判决 此后周济坤等五人被转到监狱 开始了漫长的复兴生涯 而在监狱之外 他们五个人的家庭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周济坤的儿子 因为在学校被同学们歧视 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了 你爸杀人了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当时我就生气了 一回家我就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出用 人家说他爸是杀人 你爸是杀人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儿子都是哭了 也是不愿意去的 第三被告周在春的父母 听说儿子被判了无期 那也是备受打击 患病离世 最艰难的还是第四被告周振国一家 周振国入狱之后不久 妻子就患上了精神类疾病 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自杀了 五个家庭可以说他们都因为这个案子改变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人生走向 所以这五个人说作为被冤枉的他们怎么能不申诉 一开始他们是在狱中申诉 后来刑期最短的周在话出来了 他就开始四处奔波 后来呢周家华也出来了 几个人就一起奔波 直到2018年 刑期最长的周济坤也出来了 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们的申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看在这儿呢 大家肯定就想问了 申诉结果呢 案件重新调查了 周济坤他们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 如果是 那么案件的真凶又经济是谁呢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坚持是有用的 多年不断的申诉 终于有结果了 2014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复查 2016年10月安徽省高院决定再审周济坤的人故意杀人案 他叫周晓东 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厅的副厅长 他参与到案件当中 负责复查和再审工作 而周济坤他们向周晓东提出的诉求就是 要求改判无罪 这有可能吗 请求宣告无罪 他们的诉求是要求法院做颠覆性的改判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这个被告人提出无罪的这种申诉 那么被害人这一方 对这个结果肯定是很难接受的 我们就感觉这概念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 要非常的慎重 办案一定要取得较好的这个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要保证我们做出的这个再审判决能够经得起检验吧 的确受害人周济坤家那边一年失去了两位秦人 直到今日他们仍然对周济坤仇视不已 他傻人吗又吗不敌命 吴继称说嫁人和轰扬无罪 放任叫我爸彼死了 谁来承担这个后果 谁来承担 双方各有立场 那这么一来呢 案件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可是二十年都过去了 还能查明这个真正的情况吗 那些奇怪的疑问还能解开吗 比如说郑人为什么前后正死不已 周济坤他们在公安机关 为什么要认罪 最后他们又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罪呢 案件再审调查启动了 在法官周晓东看来 想要认定周济坤是否有罪 那么最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就是 给他们定罪的那些证据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证据如果原来定罪的证据 确实充分符合证明标准的话 那我们就是该驳回的驳回 如果这个定罪的证据确实非常薄弱 没有达到这个法庭的证明标准 有太多的疑点不能排除的话 那么我们要严格的按照这个 这个疑罪从无的原则 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提出我们这个改判无罪的这个处理意见 其实对周济坤他们最不利的证据 就是两位证人的证词 一个是中学生周杰 根据笔录 周杰说他亲眼看到周济坤拉四位兄弟 一共五个人喝酒 喝完之后拿着凶器就往周济坤家去 第二个是受害人周济坤的邻居周开会 他又看到周济坤他们五个人走进了周济坤的家 翻开二十年前的案卷 法庭发现这两个人的证词相当奇怪 怪在哪呢 多次反复 这次这么说 下次又那么说几个 没有一次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于是法庭就把调查的重点 放在他们俩人身上了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这俩人又会怎么说 先是周杰 他明确表示 当天晚上 他确实没有看到过周济坤等五个人 喝酒或者是拿凶器 当天晚上 也只有第四被告周振国到过周济坤家 甚至当天晚上 他还是跟周振国一起离开的 接下来是周开会 他会怎么说 当天睡觉之前 有没有看到有人路过 往他们家的方向走 或者是有人喊什么声音 听懂 没有人看下 有没有看到 看到这儿大家也许会觉得有些疑惑了 如果这才是事实 那当年周杰周开会 又为什么要冤枉周济坤他们呢 对此两个人是这么解释的 后来就是过一段时间 就是小明明受完了 然后就我就是 就我就在他官 在他官大人掌握 就跟那个陈晏 就跟那个产民家 我说我不知道 当时我没讲 我没讲 就是当时他来拿过 又到夕阳传说来 然后我夕阳传说 后来是受不了了 我说你又怎么讲就这么讲 传着董田传着皮鞋就超小 进去不成一份 你不成一份 还不成一份 拿着菜来我看 你又给他菜两份讲就好了 受不了 确实受不了 吴杜优对于当时在公安机关 为什么会认罪 后来在法庭上来翻供 周济坤他们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 就第一次打滚回之后 后来后来你承认不承认 他说我不行了 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的菜家要形成了 也给你给人家指引了 一直都是吴杜传说 就那一次游杜传说 不知道他怎么能按理他 我就承认他又讲说 我是长胡同权的 打的受不了了 因为当时刑讯逼供 他们反应特别强烈 对吧 特别强烈 就认为所有的口供 都是打出来的 刑讯逼供的情况 是否属实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还有一个人证 也非常关键 那就是受害人家的 这个小女儿周春华 她一直强调 事发当晚她亲眼看到了 周济坤和周家华行凶的 甚至他们还伸手捂住了她的眼睛 关于这一点又该怎么解释呢 经过调查 周济坤的律师提供了两个疑点 第一个就是周春华的证词 其实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第二个一点就更蹊跷了 大家有所不知 周春华醒过来之后 第一份笔记当中 回忆她当时看到的人 说出来的那个名字 竟然根本就不是周济坤和周家华 而是另有其人 听起来那名字似乎是黑狗子 说是你们村里一个叫黑狗子的 把你捡给杀了 黑狗子是谁 黑狗子是谁 那时候是第一批三人组 是第二批三人组 这我都忘记了 那时候她是上国阳县人民医院去问来 她去问那人家我脑子不清醒 反正有一点印象 那人家毛骨很迷雾 那么黑狗子到底是谁呢 遗憾的是多方侦查 都没有查到这个人 那黑狗子到底什么意思 到现在一面是吧 村里面还有书记 还特地出个证明说 我们村里面没有叫黑狗子的人 更让大家奇怪的是 知道一个月之后 周春华突然就改口了 他不再说黑狗子了 而是指认了周济坤和周家华 周春华为什么这么做 答案或许我们不可能再知道了 但是周济坤的律师认为 这足以说明包括周春华在内 加上中学生周杰和邻居周开会 这三个证人在公安机关供述的那些证词 都是不足以被裁信的 好说完了三个目击证人 接下来再说说其他的问题 法庭还着重调查了周济坤五个人自己的有罪供述 结果发现那是有不少的披露 这个是周在春在97年3月28号的一次供述 你看他讲当天晚上喝酒不到11点 然后建设就是周济坤第一被告 建设说咱走咱可以打吧 就是砍咱可以这个周济坤去 建设从他锅屋里就是房间里面给我拿的菜刀 你看这个是97年4月16号 对这个周在春的一次供述 公安让他说那你讲讲吧 他讲砍周济坤那天晚上 我到这个建设家就是周济坤家去玩 然后呢他叫我回家拿刀 我当时也没问拿刀干啥 我回家拿的俺家的菜刀 这讲得很明确是回自己家里面拿俺家的菜刀 所以就说这五个人对这个杀人 故意杀人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承认了 就承认是我杀的了 结果对这个作案工具到底从哪来的 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却老是讲不清楚 那么我们在这个审查这个有罪供述的 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时候 那我们肯定产生怀疑了 这个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完全得不到保证 这只是这个讲的作案工具来源 包括其他什么行走路线啊 这个伤害对象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 这个就不一一来举例 有了这个思路 接下来法庭尽量审慎 对被告人每一次供述的时间地点 作案手段 作案工具 行走线路 都做了详细的比对 并且把供述的内容和其他的证据也进行了相应的对比 结果发现矛盾充充 这个案件从我们这个最后的审查结论来看 我们认为是一个疑案 就是证据上不足 证据不足 这意味着什么呀 周济坤他们肯定是无辜的嘛 事实上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 我们得换个思考角度 被告人有可能是冤枉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罪犯 两种可能性都有 两种可能性都有 这听上去似乎就是矛盾的了 对于案件真相来说 也许有那点 这结果也算不上最完美的答案 但是在法律上 证据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缺乏证据的案子 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原则 那就是一罪从无 我们只是根据一罪从无的原则 从证据的角度 认定他们犯罪没有达到 法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从这个角度宣告无罪 从两害相权取其心的角度 做出选择 就是令可 即使这个案件 有可能会出现放掉坏人 也不能够冤枉真正的好人 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 如果证据不足情况下 强行定案的话 确实很有可能会冤枉无辜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如果这种可能性 一旦成为现实的话 那么实际上 真正的这个真凶 它是永远的逍遥法外 永远也不可能被发现 那么这种局面的话 我想也不是被害人 希望看到的这种局面 2018年4月11号 距离这个案件 第一次宣判将近20年 案规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周继坤周家华等五人 故意杀人案再次开庭 这次法庭给出了四个改判理由 一缺乏足够锁定五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 二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存疑 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三证人证言多次反复且证明内容 不能与五被告人供述相印证 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 四被害人周春华的陈述浅透不一 且与其他证据相矛盾 有了这四个理由 那么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结果一出 周纪坤五人立马跪在地上 失声痛哭 久久不该起立 大家可能还想问 当年的刑讯逼供问题呢 调查出结果了吗 对此法庭也给出了判决 法庭认为 现在已经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本案存在 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搜集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行为 所以无法再查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周纪坤等人已经服刑的情况 2018年10月初 安卫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国家赔偿决定 对周纪坤等五人分别给予 150万到290万元不等的国家赔偿 事情讲到这儿 但是我想大家或许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这事不是周纪坤他们做的凶手 又是谁 的确 这次审理不是案件的最终点 目前博州市官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对案件重新启动了侦查 警方将再度踏上寻找真相的慢慢征途 从死缓到无罪再到国家赔偿 对于周纪坤他们五个人来说 甚至五个家庭来说 这20年滋味必然是辛酸的复杂的 承认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 我们有过漏洞 有过失误 甚至有可能有过错误 但实在进步的最大意义 就在于法治的进步 正是因为20年来 我们司法程序的日渐完善 司法所有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 以及对于依法治国的坚持 才让我们拥有了面对错误的无所畏惧 和改正错误的坚定决心 所以未来我们社会的法治化程度 必然是越来越高 由此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安全感 也会越来越强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这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客观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加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